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圆形植树问题 那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在一条道路上种树的问题 那现在如果改成是在一个圆形上种树又会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周长210公尺的圆形公园 若沿着外围种6棵树 每棵树间隔距离都相同 那每棵树之间的间隔会是多少公尺呢? 首先我们从树少一点的情况先开始看 两棵树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棵树种在左边 一棵树种在右边 那这个圆形公园会不会分成几个间隔呢? 我们来看看 间隔有一个 两个 所以有两个间隔 那间隔是几公尺呢? 题目说这个圆形公园周长总共是210公尺 那间隔有两个 所以间隔是几公尺? 我们只要把周长除上间隔的数量 就会知道了 所以210除以2 就等于是105 所以一个间隔就是105公尺 接着我们看三棵树的状况 三棵树把公园分成了几个间隔呢? 我们来数数看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三棵树的时候就有三个间隔 那一个间隔是几公尺呢? 那一样周长总共是210公尺 除以三个间隔 就会等于是70 所以一个间隔是70公尺 我们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到 三棵树的时候有三个间隔 两棵树的时候是两个间隔 所以间隔的数量就等于是数的数目 那六棵树的时候 当然就是有六个间隔 那六棵树的时候每个间隔是几公尺呢? 因为圆形公园的周长是210公尺 那他有六个间隔 所以210除以6 就会等于是35 每个间隔是35公尺 那我们可以写上答案了 答就是35公尺 从上一题我们可以知道了 我们做圆形直数问题的时候 间隔数就会等于是数的数量 这是相等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题 有一个周长240公尺的圆形公园 若沿着外围总8棵树 每棵树间隔距离相同 那每棵树之间的间隔是多少公尺呢? 那这跟前一题一样都是属于圆形直数的问题 所以间隔数就会是数的数量 那有8棵树 间隔数当然就是8 那间隔距离就是把周长240公尺 除上8个间隔 那等于30 所以每个间隔是30公尺 我们写上答案 答 每个间隔就是30公尺 这篇 这篇 前来